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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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开始 因为有一个同学说变入不了了 让他去找妮可去问一下具体情况 那么开始今天的一个美盘的试盘讲解 那么实际上在今天的话实际上市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要讲的 因为之前已经反复有提到了 因为对这个点的我的一个理解 那么市场的话在过去的一周 一天的交易里面 基本上也都是处在一个变化不大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我觉得市场的话 就是说在选择接下来的方向 而这个方向的话可能会是怎么讲 会是一个影响到未来很差分之间的一个方向性选择 其实从行情的运行来讲 我觉得之前因为 我有之前有提到过 我说市场的运行 不管是怎么去变化 它应该超脱不了的是一种内在的结构 比如说特朗普的上台也好 他是改变不了说黄金当时的那种走势 就是黄金在上冲以后的大幅的下跌 他是改变不了的 这个是一个会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它的上台使得了 我个人觉得使得了 它打乱了一些在顶层的一些设计者 他们的想法 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在世界的范围内 是有这么一群人 或者是有这么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群人 他是可以做一些在顶层的一些设计 那么特朗普的上台 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打破这种设计 它的走势也会使得 就是说市场在那段时间里面出现这样的行情以后 市场会重新的去选择的一个方向 而这个方向的话 应该也是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 需要去重新去讨论的 所以市场回到了 基本上从最近的这几天里面 它是一个趋近一波动 是趋近一很小的状态 并没有延续从特朗普上台以后 然后一个将近有七天左右的一个大的波动 然后之后回到了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小幅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的可以大家去也可以自己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市场没有说一定说某个人或者是谁会一定是正确的 市场应该是由不同的人思考 然后共同的作用而得了得来的这么一个市场 那么我觉得大家在参与这个市场的时候 但是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思维的角度来讲 可能没有这么的健全 不管对与错 我一直强调我说思维的逻辑的概念 它不应该牵扯于对和错的问题 就像很多时候有人同学问我说 这样处理对或不对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 我是没有任何权利去说你对与错的 我只能是讲我说 很多人只能说是他的一些思维的体并不完善 有些人在说一个思维的时候 他会限定在趋向于 就是更偏向于分析而忽略了交易 而有些人是过多的是交易而忽略了分析 就是不平衡 其实美国人在这个市场里面 你最终找到应该是一种平衡 就是你的分析和你的交易应该是一种相互 影响相互去配合 然后把它实现成我们最终在交易市场里的行为 应该行为是由交易和分析所共同构成的这个东西 今天因为说市场主要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要去分析 市场的话未来 这段时间应该是在 选择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性抉择 那么这个抉择的话 因为我个人分析我本身希望 不是说真的就是美元的一个强势期就正式来临 应该再有一个缓冲或者是 跟市场现在的认知是一个相反的状态 不但是美元的强势期没有来临 相反的可能是下一个美元的走弱的一个阶段的来临 这是我现在整体的一个判断 好 那么市场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 然后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我建议是趋向于稳 趋向于稳 之后的话可以再逐渐的当这种思维 不管是我现在很简单 现在就是市场的思维 市场的走势认可的我的思维的情况下 就比如说在未来的几天 这周的话还有算上今天还有三个美盘的交易时间 如果发展比如说像我之前 给大家去看 就说像 就说欧远 现在从昨天开始一直在一个小时几次的均线下方去运行 昨天有提到 所以他昨天晚上我们解盘的时候大概是在这边 然后的话他有在夜里有一个下探的过程 又回到了一次1.0584的一个地点 然后跟着又回来 你就说基本上按照价格的角度来讲 现在的价格和我们一天以前解盘的价格是在一个点上的 有看到一个点上 比如说政府有一点政府 但是波幅也波幅趋近于零 而且政府实际上也不大 政府的话可能也就在 如果按照昨天的那个时间点去推算 从30到84 然后走了50个点 也就政府在0.5左右 波幅在趋近于零 这么一个状态 稍等 不好意思 那边没有过去抢桌 现在应该可以 抱歉 好 那么 在这个地方 市场相信心抉择 然后如果按照技术层面去讲 这个地方啊 我知道啊 就刚才我忘记开了 这个地方按照技术层面来讲 应该是做空的 这个白天是有和外人去讨论 因为我虽然是看多的 但是从技术层面 在小时几次 他的 这些这个下跌的过程啊 从1.13 跌到1.0568 这个过程当中 是没有触碰到小时级的压力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分歧点 你就是我和我一些朋友的分歧点 这个分歧点是在于就是我通常会认为他是啊 因为好几个 说他们会认为说是从这边的下跌到这边来 如果是横向调整 无法大幅反弹的情况下 会是一个大跌的过程 你说我认同吗 我不反对这种思维 因为这种思维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相对也算是合理性的思维 但是在我做完分析以后 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啊 像是完结啊 从这个高点 1.13 接到1.0568 这个地方像是完结 因为我之前有给过答案 为什么像是完结呢 这个完结也因为第一个他在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这个将近有8天的阴线当中 连续的下跌当中啊 8天的阴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的一天啊 的转一天的就是 4天 次一天的次日的高点 都没有超过头一天的高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使得在 从1.13以后啊 再从这一天开始 这一天最高是在1.0653 比如在1.0653 至1.0568啊 将近这个400点的区域内 是没有多单存在 是没有多单存在啊 这个道理我已经讲过 因为转一天都没有破掉头一天的高点啊 就不会形成一个大的买入区域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使得在这个地方多单是几乎为零的 而使得他这个下跌里边 使得在这个地方做多的人都是少的 但是他会使得在高位去买入的人 会不断的触发止损啊 这就是一种相对的理论的概念啊 而他这个地方 而他这个地方走到了1.0568的时候 他按照整体性来讲 如果往远端去看的情况下啊 在一点最最今年啊 最高的位置是在1.16啊 而这个地方到了今天啊 那不是今天就是到了最近的这个地点的时候 正好他运行了有1050点 1050点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很多的道理者会在高位去 真的有人在套这边的时候 在年度去计算的时候 这边是一个集中的一个爆仓的地方 这个可能跟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人去有这么长时间啊 因为早就应该离场或者早就应该出现 但是实际上这个市场里面 他的运行和计算的时候是有这样的空间的逻辑型的啊 那么在这里就变成了之后运行三天的时候 形成了我们能看到的三颗线形啊 分别是一个啊 反反你说算不算反转吧 反正应该算是一个有破位的一个啊 迹象的表明的一颗阳线啊 然后之后到目前为止是连续的两颗星星 之前有讲过这边的周期因为比较大 我觉得是月线级的情况下 所以在月线级的情况下 那么日线级是和他差两个几次的 而当月线级去启动的时候 日线级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停留期 所以这个停留期实际上是会使得啊 我们大多数交易者会有一种不好的状态 因为停留时间如果过长的情况下 你在仓单有的情况下压力会越来越大啊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不交易 我觉得也是一种啊好的选择 因为之前的话节奏感啊 并没有这么的好啊 那么之后的话无非就是等待他的爆发 因为月线级的话他那么月线级的话 那么他后面会有很多在日级别的交易机会 而正常来讲一个日级别的主波段的运行啊 在欧元的话我觉得应该在500点到700点之间 所以说在未来如果一个月线级的三浪的 估计也算是月线级的反弹的三浪结构里面 而最少的话日线级的话有两个主升浪啊 那么在这个两个主升浪里面应该每一个主升浪里面 都有三次日级的多单的交易机 比如说应该有六次左右的啊 500点到700点的交易机会 如果是这里边的话抓的比较好的话 那么这六笔都是有可能会有有可能会成功的啊 他第一笔可能会前半段会不要 要的可能是中间以及后半段 那么后面的内部应该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上涨的区域上涨的空间 那么当他开始回落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支撑位 或者明显的一个回调的点位 或者区间啊会能显现出来 那样的话就是交易起来 就会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状态 好那么我听到我说在某一个时间段 我习惯性的是找寻一个参照物啊 你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是欧元会作为我整个交易市场的一个主要的参照物 因为他们他的每一次在他的周期性上的级别的一个拐点的时候啊 比如说出现大的拐点的时候 同时就会意味着在其他的交易品种上也会出现很大的行情的机会 比如说啊如果月线级的话他的第一个周级别的这个线型的周期里面 他的日级走完了一个五浪形态的情况下 那么在那个五浪的顶点啊那那个五浪顶点会不会是和欧元和黄金的大跌的点是在同一个点上 这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 然后之后等他调整完以后再上涨的时候 那个次级的三浪的那个上涨的那个波段是不是和啊英镑的那个最后一轮沙跌以后大涨再重合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啊如果是之前的那个思维啊就是一直到啊特朗普上任以后头两年啊 那么在这之前这段时间上涨头两年加上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6个月左右 那么这26个月的时间里面如果欧元持续在这么一个状态下的话 那么他会在一个很大的周期里面会对我整个的交易体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性 这样的话在做其他交易品种的时候每一个交易节点那都可能会能够有有可能会抓得住 那这一次的话因为啊 比如说黄金那边啊就是有踏空了啊或者是说啊思维上有一些相对有一些混乱啊 然后可能错过去但是如果欧元是启动的话那么他的整个周期性会比之前的黄金来的大啊 那么黄金的话在接下来的话也会有他的接下来的交易机会啊 所以今天的话其实基本上说这些的内容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在啊接下来的时候欧元会对市场有一个指引性 然后当然了像美元对日元啊包括像其他的品种啊他在波动的时候啊其他品种也会在波动 这不可能说欧元在波动其他品种没机会只是一个选择性吧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比如选择去欧元去去做多美元就就好像是说我认为这段时间里面欧元的涨幅会大于其他的品种 这个是怎么理解呢就像是我在特朗普啊做美国大选这个期间我在关注的是黄金这个品种的时候那我那天有解盘也解到过我说我觉得黄金在这段时间的下跌应该是大的 但是可能从形态上来讲我认为还有一个次高点啊所以没有走出来那么最后下来那么走了将近有1200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是最大的 仅次于他的是每日有一个上行达到接近在啊1000点的过程 但是从整体的波动来讲还是黄金会略微大一点啊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认为如果出现了美元的弱势期的话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是觉得欧元的攀升会是最大的 所以我选择是把我的目光放到欧元这个这样子而他的他大的之后会同时也伴随像一些其他品种的交易机会临近 就是说他在我在做多欧元的这波行情里面也就会相对的会有可能会等到这个像每日的一些啊在111这个位置上然后有一个回撤 甚至于乃至于一个最后一轮的下跌啊都可能会出现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在做着欧元的买入的时候我再去做准备 还去做其他品种的交易啊然后可能有澳币的大的空单的位置有每日大的多单的位置啊这个要看最后的实际的运行啊正常来讲的话 比如说正常来讲真的如果当做同一个位置两个方向都是大级别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有两个团队或者是有两个人在分别去做 因为同时在做的话可能有影响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让大家去选择你到底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参与是啊哪个品种 然后再去选择怎么样去做这个交易因为毕竟你做的越多的情况下啊在某一段时间里边真的互相会有影响啊我之前有反复讲过啊一般我们交易不成熟的时候一般这种影响所带来的结果都是负向的 一般只有你的思维逻辑体相对比较完善的时候才能知道你的做的是主要的而另外一个是应该另外一个品种或另外几个品种他应该是你的思维然后用你的所参与的品种去认证其他品种而不是让其他品种是来去干扰你这个其实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如果按照自检的系统来讲就是自我检查的话只要你有一种想法就很简单就是 就是当你做这个品种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会想到另外一个品种是比如说你做一个品种的空单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跟他很相关的品种是在上涨的情况下如果你做的品种啊本来应该做空但是没有做啊这个就是我提到的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你的自检里边是有这个问题的那么这个问题的客服其实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到的应该是一段时间才能做到啊 所以接下来就看吧接下来就是包括比如说像每日啊在周图这个概念上他到底是这样的向上反转还是说啊这样的一个下跌结构我觉得还是结果更明显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这一颗线形上啊这颗线形上他是有一个4%的涨幅啊 加上变了将近有接近7%到8的一个涨幅但是他这个涨幅和之前的跌幅是对称的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他是一个相对大的啊和这里比的话应该是这里略微大这么一点点啊 单周的跌幅看到没有都是趋近一致的这里有3.57%3.10啊这没有4.93%然后有3.19啊4%3.34啊这3.86%这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都在34%左右 他没有他没有超出周级别的运行的一个规模也就是说他正常的话如果真的是反转形态的话你应该是这里加这里在一周之内完成会是我觉得会像是一个反转而这里边是分开两周每一周运行了30%到4啊那么他的整个的大小和之前的周图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 在未来的一个下跌以后当跌破了99这个位置以后会出现某一个单周会像是像之前的啊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说比如说像在更远的一侧啊当这边有一些变化就说在更远的一侧的话像会可能这个也不太好找吧就说我的想法是说 在这边如果下探以后他当他再开始一轮大涨的时候应该出现一个历史级的单周的一个涨幅这个应该我觉得这个涨幅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夸张的因为只有这种特别夸张的涨幅的出现的情况下才能意味着是一个大的踏空的行情出现啊 比如说像之前像我不知道这边还有没有啊像从很远的位置像135啊这边在下跌的时候就是之前的这个行情包括147这边啊就是你会看到在 从这边从这边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单周的跌幅这一周有14%左右的跌幅啊就是我希望的是将来你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从147块然后啊然后继续探底的过程看吧这是一个下探然后从这个147下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月线的完结就是这边下来到这边来 而这边是月线的完结的时候他在开始的时候出现了过一次单周的14%的下跌啊14%的下跌这是在1998年的时候啊正好是什么时候就是啊你们知道不就是啊有一段时间的这个98年的啊亚洲进入危机啊那段时间正好是日币作为一个避险的平整然后被大量的投资 那么那么那一周他有一个14%的一个跌幅啊那么那一周他有一个14%的一个跌幅啊同样的在这一侧啊我也希望他是这样的一个行情啊你看啊我来举个例子啊就说你看这边没有这边你看这边他有一个像是一个周线的看这边是一个反向的突破啊这边一个周线的回碳啊周线的回碳看到然后回碳以后他 有一个啊有一个反向的拉升啊有一个反向的拉升然后他这个地方比他高了2000点啊但是这个2000点以后他是一个大跌的也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最后一轮的然后从这边砍了一半的价格下来啊就是日币增值了差不多一倍的一个距离从147打到了75块啊那么这边的话也可能是类似于这样 看见没有类似于这样而在这个地方如果下探以后的极限位之后会可能进场以后会等来啊这样的单周的行情啊如果等的来这个啊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情啊具体的话我们和我们再讲因为他是同级的没有超出啊没有超出好那么 这是什么美日啊所以这边的话我觉得啊我们比如说按照之前的逻辑去看就说这边下来是从160下跌啊回拉到这里啊然后回回踩然后拉升再下跌啊 如果我们把它这个地方想象成是和这里是一样的啊然后这边想象成是和这里是一样的 明白吗然后现在运行的话是这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对应的这里 而下面一步会不会有这一步可能会有如果有这一步的话像这边是147 这边是160啊是有低比他低1300点你说那你这边加上1300是哪里大概是88块到90块之间啊也有可能就来到这里我之前有很早的时候有分析过啊你们有印象没有啊我当时怎么分析的啊就是从远端是有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支撑现在啊就是从 75块5毛6啊连接至这一点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线存在如果我们把它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的时候啊在这边的时候当时我告诉你们184当它运行到这里来的时候啊按照现在的今天的价格 应该已经到了87左右啊你说将来如果他再往后运行如果按照时间是对称的情况下就说如果这边是顶点啊这边是顶点啊从这个时间点624号运行是现在的时候这五个月的时候啊那么这条线型上移了多少啊这是85点81到基本 啊差不多在86点86左右吧86点啊差不多上行的100点你说按照时间对称的来讲如果往右侧还有同样一段时间的话啊那么这个时间就会移动到87点就是88吧88左右好这也和我之前跟你们分析的这种逻辑是有一定相似性的啊 就是品种自身的一种规律性如果成立的话就可能在这一侧触发这个交易机会而之前我有分析到100是个机会 但是100它太磨叽没有立刻拉起来啊所以我觉得有问题了啊如果打到这边来再上去啊 这可能是日币本身的一种交易节奏如果上去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你看这边在做第五浪下跌的时候 它之前也有两次大的拉回啊会形成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线型啊每一次拉回像这个是136啊这边是接近于147这边是136 那么这边是低了1000点这边是126啊12512124点应该最高点是124点124点15对又低了1000点好这个的话也会给未来作为一个质疑啊就说如果这边是成立的情况下啊在85这个地方啊一旦 一旦88成立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如果大的上涨回碳的时候是98再大上涨再回碳的话是108108以后会一轮大的上涨过程 同样的这个下跌过程它走了将近有5000点对吧124至75是5000点同样从108向上运行会不会 也走那么多啊就让市场去告诉我们答案就说这个是后话很远端的一个行情了但是这个的话也是一种啊在结构性上的质疑 就是说很多今天因为讲的都是大的结构性它并不涉及到具体的交易就说你们应该知道就是我在去规划未来的时候啊我再怎么去思考它啊怎么去啊利用一个 你们都知道历史会重演那历史怎么会重演它会怎么运行它里面有没有规律所以这这边的话就变成了可能在 日币的话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啊一旦形成某一个位置啊作为一个交易节点的情况下啊 在那个时间以后可能日币会迎来一段时间大幅的贬值的过程 因为之前从 这边是980开始啊或者是90年日本的这个啊 日本有一段时间是产生过一段危机啊日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幅的贬值之后日币有一段时间的大幅增值 所以这个过程一旦完成是不是未来是有一段很漫长的日币的贬值期有可能啊有可能会出现 好 OK啊那么我们啊就是会观察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未来的一种运行结构啊 在这些结构里边其实他是有很多次级的交易机会 就是说你怎么样才能去做几百点的行情 就是说你的整个框架里边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先典的结构 你才能从这里边去找一个几百点的行情 如果我们的很多同学他们结构里边就是都是建立在每日的波动值每天每一个每一天的波动值 那你基本上从一天里边比如说一共就波动了50点你想做出来100点这个难度就太高了啊 所以啊希望你们就是逐渐的在打开自己的格局上啊作为一个怎么讲作为一个啊目标吧啊 所以看到这两个线啊他在远端也有一个交叉点而这个交叉点的话其实也就是在90这个位置上啊差不多在90这个位置上啊 时间上可能会有点远 当然这个也不知道会不会去走到那边去啊对吧 那么我们还是应该就是说一步一步去观察吧一步一步去观察好 那么回说还是说主要看的是欧元啊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被破掉啊 会不会被破掉破掉一瞬间啊市场就会上上去运行而一旦上市场运行的时候 你们就要去思考第一个啊当如果突发性的上涨回到这边了应该第一开始市场还并不认可是上涨 因为什么因为在这边有一些支撑互换的位置啊 那么如果他是横向运行再拉伸啊这个行这个形态是成立的啊 一旦这个形态是成立的情况下啊在未来的话啊 他就是他会有一个横向的略微的横向调整之后就要去做破位买入单啊 那样的话就是对与错就是啊很快就能告诉你啊如果你对了我们对了 那么欧元会后面会有一轮啊比较大的事情 然后会去等到一些调整的点然后我们再去参与他 好那么市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轮廓啊我还我也是在等待他的一些爆发 如果他否定了我的思维那是我的思维就会去转化啊我认为啊可能不对啊之前的思维里面有漏洞的地方啊 那么我们去相应的做出改变啊包括黄金啊包括这些大家还都要记得啊就是黄金包括我之前有讲到啊一二就是一二八五到一二九零这个区间一定要把这个区间还要把它牢牢的记住 从复盘的角度来讲这个地方的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从什么叫什么意思就是说从复盘的角度我认为在啊这个地方 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这个栏框的位置上啊这个地方是一二八五到一二九零这个地方是主力在吸仓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形成一个压力区啊其实这个地方也是走到就是这个地方你看有没有回回探也是回探到这个区间内啊所以这个家里的位置还是有 有太大意义的啊所以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啊因为特朗普上台也是打乱我整个交易节奏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我会比较果断吧在这个地方去卖出他因为我不想支持他所以我不想去卖出这个卖出黄金啊看去去 我认为是最好还是希腊上的但是这就是市场啊你的一种思维逻辑的改变可能会影响之前的整个的一些交易的布局吧好基本上的话今天就这么多吧没有太多的内容啊没有实质性的交易的这种推荐啊如果是参与的话其实挺困难我只能讲因为之前有讲过这个地方会有停留 所以在过去的三天里面啊市场的波动值是很小的那么但是这个很小的里面其实是我们很多人想去渴望在这里面做出空间的但是可能就不太切合这个实际的问题啊 所以这边他具体会停留了多长时间呃目前看的话啊就是说再走一天两天乃至于再走走到这一周结束都是有可能因为走到这周结束的话到了下周啊就是迎来了啊迎来了下个月的飞能啊下个月飞能是在应该是在12月2号这一天啊 因为不是12号的话是要发布公布这个飞能的所以在飞能之前啊正好还有这几天的时间啊飞能可能会有一个交易机会要看如果飞能给到我一个交易机会我认为我可能会去做空美元 我认为我认为飞能可能不会太好那么那么当时看情况吧具体在看那天的结果啊我一般飞能那天也会给一个交易的这种方式吧好那么因为上次的飞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把我做空了啊整个的这个黄金在13041305啊有人跟我做了但是我的单子最后单子也是略微转了一点嗯最后真正 正做到1268了然后明天没走啊差了几分差了我来算一下就差了两毛钱啊就差两毛钱应该有400点啊那是上个月的飞能这个月的话基本上要看飞能之前的走势再去研判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啊如果飞能不好如果认为欧元会是大涨可能啊欧元不好进但如果飞能是好的或者不算特别 坏的情况啊如果欧美有一个下跌当然可能是欧元对美有的一个买入点的交易机会而这个要到临近吧才能看出来你们也都知道从4月份到现在解飞能嗯印象当中没有太大的篇章有没做的时候啊大部分时候是做的应该都是对啊应该都是 包括空间包括运行的方式啊有时候可能是点位上差了一两块没进去结构上应该差不多啊然后的话这一次的话要看啊如果结构也能判断对的话啊也是可以交易 好今天时间比较充裕啊因为没有太多能去解释的东西啊然后啊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吧啊然后要啊然后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么这几天的话的话因为连续有三四天吧主要是讲了一些对未来大的结果因为从短期结构已经没有什么太多要解释的啊就主要是大的一些思维 结构大家可以去有机会啊有时间可以去听一下因为他可以把他连起来 用一个整体性的东西啊未来会发生什么然后啊怎么样去做一个提前的心理准备啊一直强调做做做做这个市场一定要啊市场提前的心理准备 就包括做每一次的非能如果提前你我发现不了市场明确的心理的话我一般不参与 有人像上个月啊就这个月吧还不要因为下个月还没有开始对吧我去做非能解盘的时候一定是建立在一个较明确的市场系的情况下我才能决定在那一天的啊130405的位置上啊我去卖出啊整个的黄金这个货币啊这个黄金这笔交易啊它是建立在一种啊提前的啊 分析和预判上所以只要你做好了这个分析和预判 那么就不会在乎啊非能出现什么数据啊然后再去决定怎么做那已经就完了啊所以这些的话都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啊才能够有这种啊一点点的才能理解这个市场好吧我看一下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讲啊也可以 早休息没关系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就先啊解盘解答准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未来一天的变化然后明天晚上我们再去做相应的这种啊策略的应对吧啊我觉得也差不多这一两天也开始应该要 要动了啊就是但是具体的时间啊然后包括它的运行方式啊我觉得不是很清晰啊所以还是要大家去等一等吧好那就今天先到这啊谢谢大家啊然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啊我们在在美盘之前啊现在因为都是美盘之前在分析市场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市场的变化吧好 好祝大家交易愉快啊然后我们明天见好 好大家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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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